你等着我怎么治他 我跟你说这个假 我不能带 谁碰你找谁 我不能带来 我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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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买了俩月的新手机 我没有钱 你没钱 我没有钱 我没有 眼睛一千 手机四十 我也有钱 我也有钱 我没钱 我也 你也得赔钱呢 对不对 哎呀 这啥玩意儿这是 哎呀 哎呀 我的茶壶 不就个破茶壶吗 哎呀 我的茶壶啊 喝茶壶 你哭什么呀 什么玩意儿 破茶壶 王叔啊 王叔啊 你说人家今天下午啊 人家一个客户 十八万买这把茶壶 你就卖了呗 我当初非 你非买八十万呢你啊 我都跟人家说好了 这把壶 二十万 你同意了 人家也同意了 人家拿着钱一会儿就来取壶来 现在这把壶这样了 不是 你说什么账啊 我明白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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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这什么壶这么值钱呢 什么壶 啊 你好好看看 官腰的 圆青花 没有青花啊 你废话 你买老婆饼还送你个老婆呀 说啥的你啊 这什么 像我发现你呀 确实不会说话 要不小米就是不喜欢你 记住了 爸爸后边不能加门 对 爸爸后边要加了门的话 那爸爸就不止顺丰一个人 爸爸就是一群了 谁知道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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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 你说你们也真是 这往地上扔堂 这也太不像话 哪有扔堂的 你这开玩笑 干什么玩意 哎 哎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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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甜的 哈哈哈哈 我亲爱的大经理 我告诉你 我特意扔这儿给你留的 哈哈哈哈 行了 要不都收拾完了吗 把他收拾收拾了 啊 行了行了行了 我要签 把他收拾了 嗯 你小脸 把他收拾了 亲爱的大经理 把这收拾了 凭什么让我收拾啊 因为你吃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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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大姐夫一声叹息 证明这个事搞定了 哈哈 大姐夫主要是你太优秀了 拉倒 嗯 干什么玩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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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干什么玩啊 我在捧臭脚 去一边去一边 我这个人呢 最大的缺点就是优秀 哈哈哈哈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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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小脸啊 哎 你在这干嘛呢 我在这儿 坚守我的岗位 坚守这扇大门 哎呀 反正秘密可是到了 别说我没告诉你啊 啊 到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这扇大门是可以锁上的 哈哈哈哈 哈哈 王小翘 啊 我让你准备的花篮呢 我要小丝你取了 你说你一天天的我交代你的事 你你小四干嘛呀 不是 你你弄爱他干了什么的 不是 你弄爱他干了什么的 你弄爱我 快 快 哇 美方邻居们大家好 干了一天之后 累死我了 四哥 问你个事啊 说 你累这样你干啥了 你说这话都没良心 我不一直给你带道来的吗 啊 不夸张的说我就是你的开路车 我是你的领航员 我是你的导盲犬 跳 扛醋鱼 哎呀姨姨 哎呀 看这条鱼好看不 你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关键是看上去它就好吃 真的呀 这一个可是我做的 你做的呀 妞妞 太厉害 你现在都会做饭了 你可比二姨强多了 真的 你可比二姨强多了 这个是我们老师布施的一项作业 给家人做到菜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那你自己没尝尝吗 好东西呢 要留给长辈先吃 你们吃过了我再吃 你看这孩子 你看这我们老范家 这么小一个孩子现在就会做饭了 那可 媳妇 这说明什么 什么 说明咱们两口子永远都不需要学会做饭了 哈哈 是 以后 啊 就让我们两口子在这个家里永远的幸福下去吧 好 哈哈 哈哈 哎哎 妞妞 啊 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咱们家房子的首付是谁付的 二姨付 那这条鱼那谁先吃呢 二姨 哎呀 哎呀 来我先吃 哈哈 哈哈 哎呀太好了 我尝尝妞妞的 哎呀 哎呀 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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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这块肉 哎 最嫩 嗯 哎呀你看 哎 看见没有 嗯 哎 最嫩的一块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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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舒服 哎呀 嗯 哎呀 我成功了 那我先回去小作业了 和他们回来一起吃 哎呀 哎呀 不行 我得拿这个 让一切更新鲜的鲜博士 鲜牛奶我溯出口 哎呀黄可温 我算了我算了 哎呦我的妈呀 这鱼也太苦了吧 这小苦味哪儿去就上到门了 我前日风啊 我越鱼无数 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难吃的鱼 睡风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爸你坐 哎呀你坐你坐你坐 哎呀 这个睡风啊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说 你说你说吧 借我五千块钱呗 爸呀 你管别人借钱能是这个态度吗 再说一遍 借我五千块钱呗 来爸你站起来 来来来 我问问你 妈是不是现在管你管 那也太严了 兜里是不是一分钱都没了 你咋知道呢 抗争啊 反抗啊 来来来爸 你看 你看让金黄霖你们看看 咱俩往这一站 你是块头子比我大撒 一点男子汉 膝盖都没有 你看 金黄霖你们都了解我 你别看我个儿小 脚趾头缝里都是男子汉的气概 行了 好好琢磨琢磨 你别整得没用力 你借不借有钱 你咋就忘不了这个事呢 你借钱干啥呀 二狗子 二狗子咋了 我在小区没说开水果超市吗 上货没钱了 等咱倒个短三两天就还 这二狗子开个水果超市 怎么老借钱呢 要不他生意能那么好吗 这倒是 不过人家二狗子讲诚信 人家有借有还 对 行行行行 我谢谢你 爸 你可千万记住了 这是我的小金库 千万别说 别说 哎呀爸 你站好了 咋的了这是 闭嘴 把手放下 小金库 男人必须得有 真的吗 有的时候 老婆高兴了 她能给你 老婆不高兴 她是啥都不给你 她们对我怎么摆下